主料,牛奶,小土豆,土料,洋葱,青辣椒,沙打酱一袋,盐,糖,用餐人数,一刀两人,土豆一分为二,如果是大炙的则切成滚刀块,牛肉切成小块,洋葱切丝,备用牛肉,先放到加入葱,将断的锅中焯,烫一下去除热中的薯末,之后捞出晾凉,同时取一口锅,加入适量滴油,将土豆小火煎至两面, 中途可以撒一层盐,以便土豆入味,土豆煎好后盛出,锅中不需要再煎加油了,把牛肉搬炒一下直到水分收盖,可以加入一小沙甲酱一起搬炒,牛肉水分收干后,加入之前煎好的土豆加一小勺,白糖半匀,倒入所有的沙甲酱,注入清水直到没过食材表面加一小勺盐,用大火煮开,之后转成小火慢慢炖至牛奶酥辣, 这一步可以转到汤锅中完成,时间长短要根据牛奶的大小来决定,火大约炖了20分钟,大家自己掌握时间,最好的方式是使吃相信,我们身边有很多珍爱这个职业的人,存在中途加水,以防汤汁收干,每次加水半碗即可牛肉,入味酥烂之后,加入切成4的洋葱, 轻辣椒段再煮开即可,烹饭技巧,最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略微巧味加入盐,白糖等等口味很复合,糖汁也很浓郁,开胃了我又但是并不像介绍中说的辛辣咸汤里,但有很多颗粒的东西,入口后用力一勉就化了哈哈哈哈,是发生力很有意思。 包装后面的介绍说,把鸡肉煮好,后再把酱汁用微波炉加热之后,直接浇在上面,不知味道如,喝满味快试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